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主要是整个大际环境不稳定 再加上热力条件的加成的话 雨容易下得比较大 比较明显一些 但是其他时间的话 大致上是以间歇性的小雨为主 受到北部海面上滞留封面的影响 到了星期二各地天气都不稳定 星期三过后受到西南风影响 各地转为多云稻晴的天气形态 预估全台这个星期都会有超过30度的高温 而另外也提醒预计端午节连续假期的 最后一天会有一波封面靠近 到时候恐怕又会有下雨的状况 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响应减速生活减少对于地球 还有海洋生态的破坏 行政院环保署在今天上午举办了一场浸滩活动 将近200位民众来到林口顶聊沙滩捡垃圾 环保署希望民众了解 亲近在源头的重要性 顶着大太阳大人小朋友们戴着白色手套 弯腰低头蹲在地上专心捡起海滩上的垃圾 尽管风沙好大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维护环境的热情 都是塑胶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来帮忙 我想让他们知道就是现在的塑胶的使用要减少 如果这样的行动可以把已经造成的一些伤害做更降低 小朋友拖着大型塑胶篮子 还有塑胶包装袋 避免使用一次性塑胶产品 将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 在近滩有90%都是来自塑胶垃圾 那其中更有更多的是塑胶吸管 下个月1号开始 政府机关 学校 商场内用将禁止提供吸管 既有淨胶活动为大家从源头减量 透过减少使用这些塑胶产品 让我们有个干净的地球 大约新闻辰量张略嘉台北报导 再来看到位在新北市领口的水资源回收中心 利用场内的光蜡树提供独角仙7地 经过净化处理干净的回收水 更是富裕独角仙的关键秘诀 难得看到独角仙 小朋友惊呼声不断 大家更亲手为独角仙富裕尽一分力 5到8月是独角仙的繁殖期 这个生态教室不是在学校 而是在新北市领口水资源回收中心 很好玩啊 放在手上的时候它会一直动来动去感觉很酷 结合场内我们既有的树种光蜡树 来把这些水做一个富裕的基地用 等于说我们把独角仙种植在这个 等于说富裕在我们的这个树底下 然后平常不断的浇水 然后让它可以生长得很好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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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透过手机放大镜观察 生怀污水经过微生物分解 一步一步的进化 水资源回收中心 改善林口地区 因为生活污水带来的污染 近年来更成功赋育50多只的独角仙 不仅让小朋友认识到丰富的生态 也更了解污水处理的过程 含水率降至93%至95% 从家里的这个污水 然后变成 我们经过我们这个水处理厂处理之后 变成干净的水做放流 我想这个是主要 让小朋友希望能够珍惜这个水资源 生活污水经过层层关卡 才能再成为可利用的水资源 走进污水场 也让小朋友学习到 每杯水都得来不易 带来西方姐科兴志 台北报道 台中慈悸志工蔡琼明 以及潘芝美这一对夫妻党志工 十年前先后离癌 但两个人做慈悸的信念坚定 几乎天天到台中医院的 静思书轩帮忙 大家都说夫妻俩就像是 书轩的土地公土地婆 而潘芝美师姐还会推着 传法车走遍医院角落跟病患说法 两个月我都好像觉得说 我看好 我看我就要出来 脚掌还贴着药布 但潘芝美师姐还是推着传法车 在医院里四处传法 十年前夫妻俩先后离化癌症 更能体会人生无常 真的要把握分秒 他们忘记病痛很努力 让人就是一直在做传法 然后也跟大德他们非常互动的 非常的好 八十岁的蔡琼明师兄 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 身体很瘦弱 晚上老是痛到睡不着觉 晚上就睡觉 常翻心都翻不过 都会痛 但是要忍耐嘛 做工作就要 有工作做就忘记了 做慈祭是夫妻俩 忘记病痛最好的良药 第一次书圈的土地公土地婆 人生 无为的素用款 没有所有钱 我们现在要在哪里做的时候 要看快来做 最后都丢了 大爱新闻 将军杨俊廷台中报道 也是人物故事来看到 在高雄一名八十四岁的 慈祭职工曾经月师姐 先前因为车祸头部撞霜 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参与慈祭室 最近他身体渐渐恢复 听到东非水患灾民受苦 于是他马上自愿做萝卜糕 要来沐心沐爱 还邀请自己的外籍看护 一起加入行善的行列 外籍看护帮忙削皮 八十四岁的阿嬷陈金月 负责切丝 一老一少在厨房内忙得不停 原来要赶工做出萝卜糕 四岁之工金月阿嬷先前因为车祸脑部受伤 休息多年 身体恢复后听到东非受灾 坚持做些什么 也邀约身旁的人一起付出 一直做 做了十六龙 结果到了第三天 我们这些师兄姐发现不对 这会影响到他的健康 我们就开始挡 但是挡的时候他还是做 做到最后我们就单纯我们说 没有人要买了 大家都买了 阿嬷好厨艺重出江湖 这香喷喷的萝卜糕 多了长辈的爱心 也希望千里外的乡亲 早日离苦得乐 大家新闻真上美之工 潘根美庄金阳高雄报道 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 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东南部 发生了一起规模5.2的地震 两个小时之内又发生了 数起4到5的余震 造成当地超过100栋的房屋 严重受损 但幸好有半数人 都没有人均住的废弃房屋 并没有传出重大伤亡 目前统计下来 是有4个人受到轻伤送医 而当地的救难队 也进驻到灾区 帮助灾民 搭建临时的避难中心 房子一脚完全崩塌 满地都是残堆瓦砾和石块 居民艰难地跨过石堆 查看房屋受损情形 回乡期早上匆忙逃出家里 那一刻还心有余悸 巴尔干半岛国家阿尔巴尼亚 在台湾时间周六中午 约十二点半发生一起规模 五点二的极浅层地震 镇阳位在东南部的科技区 附近十三公里处 深度只有十公里 两小时内从第一起地震开始 科技区周遭又陆续出现 五次规模四到五的余震 超过一百栋房屋崩塌 不过有半数都是 无人居住的废弃民宅 伤亡情形非常小 目前只有几人 因为墙壁倒塌 和屋顶陷落受到轻伤 科技区附近的佛洛克村是重灾区之一 当地有五十户人家房子受损严重 墙壁都有大面积军裂的痕迹 屋顶坍塌 随时都有崩落的危险 已经不能再住人 居民只好先撤离到避难中心 消防员和军队也已经进驻灾区 为灾民搭建帐篷 让他们有个安身之处 戴新闻 郑宇轩编译 同样也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 波士尼亚西北部 有一间移民中心 则是产遭助容 四分之一的建筑面积被大火吞噬 造成至少32人受伤 警方初步研判 是因为烹饪器具使用不小心 而引发火灾 浓浓黑烟不断从窗户边窜出 逃出来的移民身上戴着湿毛巾 这一幕都被手机录了下来 我看我看这个火灾 我看这个火灾 我去保安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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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有个火灾 后来保安 保安 后来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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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早上 这场大火烧得又急又快 但是有移民表示 消防队花了一段时间 才抵达现场 警方初步研判是烹饪器具使用不慎而酿成火灾 根据统计从去年到现在 约有三万名亚洲和北非国家的移民 为了要逃离战乱和贫穷进入波士尼亚 大克拉杜沙因为位于波士尼亚和克罗埃西亚的交界 大部分的移民都会先安置在这里的收容中心 大爱新闻笑容编译 另外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东边大约400公里的杰尔辛斯克市 星期六则是发生了爆炸意外 造成至少79人受伤 浓浓灰烟直冲天际吓坏附近的居民 大批消防车紧急出动赶往灭火 发生爆炸的化工厂名字叫做结晶体炸药厂 专门生产威力强大的军事用炸药 当地官员表示发生爆炸当下 厂内有五个人还好都有安全撤离 而受伤的民众主要是爆炸过后 造成玻璃碎裂四处飞散所造成的割伤意外 另外大约有180栋的房屋受到振波影响而回损 杰尔辛斯克市的官员目前已经宣布 受灾区域进入紧急状态 俄罗斯也正在着手调查 这一起爆炸意外的真正原因 关怀社会暗角来看到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慈善团体 他们长期陪伴一群不被社会认同的民众 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疑难杂症 最近他们也找上了血龙的慈气志工进行合作 希望让这群人找到与社会接轨的方式 我与社会长期发现 我从一个人从一个人来。 我从24年以来入到一个人。 我工作在酒店。 我名字是Nasha。我从女性的女性。 我从47年以来。 我做成了一个统组合作用的建筑。 Jenny? 吃。 我认识 Jenny很久以前。 她是健康的那一刻,她能够工作。 年来,当我遇见她,她告诉我,她不在家。 她不可以工作因为她有个问题。 她有个障碍。 她有个障碍。 她不听。 我们有时常会召唤她。 《Zee,睡觉了》。 有些人的家庭她不接受她。 当她出席,她面对挑战。 殊心的家庭。 她不想去批评她。 她看她的方法。 她不想去批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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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中心街。 我们是中心人的街道。 他们这里有个中心。 他们要收拾她们的。 她们跟她提抱。 那你回来。 她来了。 会有什么福气。 因为她在这个家庭裡。 我很幸福。 母亲人也要这么幸福。 他那些人也要全呈她。 也要祝福。 在那时,她很严重 她不是自己的 但现在我看到她有自己的地方 她比较安静 她是随着 她只能继续生活日常 我现在给了饭 印尼的慈意志工为照顾户 发放物资 尤其在接近开斋节的这几天 更会在黄昏的时候 陪伴他们用餐 穆斯林开斋必吃的点心也早 志工用心把里面的盒 取出再摆盘 这是每年斋戒月期间 雅加达志工一定会举办的活动 今年志工选在大爱村进行 临近黄昏开斋时间 志工与刺激大爱学校 医院的志工一起陪伴村民 开斋用餐 只是迎接黄昏开斋的欢喜 在丹荣巴来及里问岛联络点 80位照顾户参与 大家如同一家人 我非常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 隔天志工也为前一天 无法与会的照顾户 送去开斋礼品 满满一大袋都是志工的爱 有型的物资送给照顾户 无型的福气留给自己 志工助人也受益 大爱新闻一米八八 中国大陆苏州以及杭州的志工 分别举办了孝亲活动 子女们透过活动表达感恩 感恩月杭州慈激志工 在梁主环保站 举办孝亲活动 妈妈 妈妈 人家好啊 家长猛眼 让孩子带着往前走 考验父母对子女的信任 奉茶时刻被喜交加 当母亲的李帆 还会喝到儿子端来的茶 以泪流满面 她是个孩子还在成长 但是我总会对她要求很高 忽略不住自己 希望人能够原谅妈妈 妈妈也希望您学习进步 然后有妈妈做的不好的地方 就跟妈妈说 妈妈会去改 好吗 我们一起进步 在苏州园区 环保小学堂的孩子们 则是用自己的巧手 做了点心要写情恩 今天我做了小蛋糕 回家后给爸爸妈妈做 因为爸爸妈妈很喜欢蛋糕 小学会了给他们一起做 请奉茶 小秦仪式 子女奉茶 喂食 双方交流情感的感动瞬间 在此季我也学到很多 就是人家去爱父母 这样去孝敬父母 很想谢谢爸爸 对我的欢容和鼓励 太有爱 女儿真的是长大了 这份孝心让我感受得特别浓 也许在今后的这个道路上面 我觉得也给她更多的欢和鼓励 谢谢这个慈祭能让我们父女 有这样的活动这种参与 也让我做父亲的有所成长 父母教养子女 子女回馈感恩 把爱说出来 就是人伦之美最好的体现 还有在槟城举办了进师活动 要向老师说声谢谢 慈祭槟城社教推广中心 从2005年成立 十多年来课程丰富多样 融入了慈祭的人文教育 累计的学员上千人次 我很喜欢学古真 就是刚好持续有这个课 然后我就来学了 每一个课他都很细心 在教 我们不会的他就教到会 我要感恩老师 就是说他从何到尾 他是没有给我们到那种的压力 我们很感恩他 好像细心的教导 然后他会好像在平台里面 会提醒我们 教师节 学员奉上进师茶 感恩老师们的教导 让自己有机会活到老学到老 就是我来了华道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 就是觉得很感恩 有这个平台 可以让我们来学习 华道 茶道 这样子 社教中心为大众 创造了终身学习的机会 让大家习得一技之长 也接受了慈祭人文教育的熏陶 大海新闻 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道 而我们常说在困苦环境当中 成长的孩子特别懂事贴心 接着就来看到在槟城人文学校 每一年都会提供弱势家庭的孩子 助学金 同时也会安排在开学之前 来到这一些学生家里头 拜访同时给予温暖 槟城人文学校这天的这堂课 特别不一样 志工要带着亲子们 到助学生家去拜访 朱家的五位成员探视得适合阿嬷同住的叶全峰 小小年纪的全峰已经懂得孝顺和感恩 因为他们会帮助我 因为他们每次给我一个红包 让我们够钱生活 够钱去补习那些 我应该孝顺我奶奶和珍稀这段时间和她相处 知道都是不知道他们是像这样子 就今天才知道 别人他们是这样子过什么 除了助学家访 人文学校的孩子也前往儿童房院中心关怀 看到他们的自立和向上很有感触 希望他们能通过人文学校 学到把他们的善心跟爱心的那个幽苗 可以更着重地成长 即使他们是奉行在这边 所以他们自己有计划 怎样去建议他自己 怎样去计划他的自己的未来 所以他们是永远离开的 透过这一次的访试课程 人文学校的孩子见苦之福 更懂得珍惜拥有 也更乐于付出 达来新闻 这扇美志工 庄慈林 杨韵美 马来西亚报导 慈禧大学今天举办了毕业典礼 总共有13国772位毕业生 齐聚一堂 要迎向人生的新阶段 恭喜师长 拨碎 带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慈禧大学772位毕业生 一一走上台 接受师长拨碎 并接下毕业证书 光是这个仪式 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师长们用无比的耐心 一一给予祝福 因为这是属于毕业生 最隆重的一刻 同学毕业以后 一定还是会有很多的挑战跟挫折 我们一定要有 坚持理想的一个忍性 更要有顺应变迁的弹性 勇气 毅力 承担 奉献 期待同学都成为社会的中间 国家的栋梁 承担责任或许还需要一点时间 行校却是不能等待 毕业生透过演绎 父母恩仲男报经 表达感恩之情 这是孩子的学习 却带着家人一起成长 人生不一定求求是好求 但是有力练的强达者 随时都可以挥棒 祝福我们所有的毕业生 都能够成为有智慧 有竞争力的强达者 把在慈禧大学学到的专业和人文 传播出去 打出人生漂亮的群雷达 师长的音音叮铃和教诲 从入学到毕业一刻都不曾停止 慈成义的爸妈 更是慈禧的孩子在求学期间最温暖的依靠 我在慈禧大学四年内接受了很多帮助 特别的是慈禧一的爸爸妈妈们 他们一直的陪伴与照顾 让我能安心地求学 你问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我会说我学到了付出无所求 让我们不是家人却亲如家人 让我们有这么贴心的宝贝孩子 禁思金社法师特地转达了正言上人 对毕业生的祝福 期待毕业生都能把握好的姻缘 为人生创造更大的价值 带着这边饱满的 市场给你们的 慈应爸爸妈妈给你们的 这样爱的种子 善的种子 随你们的姻缘到哪里 你们就把它播种在哪里 不要忘了 还要成长 茁壮 再辟印更多更多的人 毕业是学习的出口 也是跨向另一段人生的入口 毕业生们踩着坚定的步伐 带着祝福和理想 继续往前探索美丽的世界 大家新闻 黄其楼洪志 华联报导 希望最后带你到英国伦敦 来看看这两名男子 今年二月从伦敦骑脚踏车 打上横跨欧亚大陆两万 公里到日本东京看球赛 以上就是这一节 大午后新闻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